又是酒駕闖禍了 来看到台中这名61岁的阳性男子 明明喝了酒却骑车载着朋友 那么行经弯道处啊 疑似是因为速度太快 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 两个人这一撞呢 一度是失去意识的 紧急送医才保住一命 但伤势真的不轻 半夜12点多 双载机车一转弯过来 就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 骑士跟乘客两个人 伤势严重 当场没有意识 紧急送医还好保住一命 机车车壳这一撞几乎整块碎裂 零件散落满地 车祸地点就在台中神岗区 三明南路上 15号凌晨12点多 61岁的阳性男子 喝了酒后 骑车载着朋友行经这里 疑似过弯速度太快 反应不及 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 机车驾驶与同车乘客 接送往医院救治中 机车驾驶酒精值 经医院检测 酒测值超标 骑士因为受伤还在医院治疗 但是酒测值超标 康复后还得吃上行则 同样是车祸 西滨南下78.5公里处 一辆轿车违规左转 大货车闪避不及撞上 欧一门当场解体 货物全掉到路上 肇事的轿车驾驶 送医后人却溜走了 警方将持续追查 厘清肇事原因 记者方评文张一志 江志南台中报道